无论我的家庭有多么的糟糕 我依然坚信她 最多限制我的起点 而不是我的终点 我妈为了给家里生个男娃 难产去世不到两个月 奶奶把后妈抬进了屋 我以为后妈能给我生个弟弟 结果检查出来后妈不孕 奶奶逼后妈离婚 后妈进身出户时 突然问我 你 要和我走吗 我亲妈是典型的传统农村女性 蠢朴 任劳任怨 甚至有点愚昧无知 从小受娘家使唤 长大出嫁 被卖到婆家受人使唤 她也不喜欢我 我对她而言 就是一个血淋淋的烙印 时时刻刻提醒着她 她生不出男孩来 坐月子时 没有鸡蛋 没有红糖 奶奶也是不管不问 爸爸早出晚归 她却没有埋怨他们 只是不停责怪我 为什么不是男孩 我是女娃 这便是天大的错 害她在哪里都抬不起头来 她不幸 也必须要我来分担她的痛苦 爸爸外出务工 跟风在城里买了一件花衣服 那是我这辈子 见过最好的衣服 干净 漂亮 甚至还绣着蝴蝶 奶奶看见了 脸瞬间拉垮下来 女娃子佳佳 要什么新衣服 我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 都是今天捡这个姑不要的 明天捡那个一生下的 于是那件花衣服 大年初一 我便在邻居家小女孩身上看见了 那可真好看啊 奶奶笑眯眯的手中手里的票子 还跟别人讲价 多要了几块钱 可以多割一点肉了 妈妈也直勾勾的 盯着奶奶手里的票子 附和的点了点头 就是就是 一个死丫头骗子 穿那么好的衣服干什么 没拿公主命 最后 我没能穿上那件花衣服 也没吃上多割的肉 爸爸忘了忘我 忘了忘碗里的肉 叹了口气 最终也没多说什么 没有儿子的他 一向在村里是抬不起头的那一个 他也只能怪我不是个儿子 饭桌上 奶奶嚼着嘴里的肉 含糊不清的指着妈妈说 今年你要再没给我们家添男丁 你就滚出去 妈妈善善着笑着 点头答应着 在刚过完年没几个月时 妈妈终于又怀孕了 肚子尖尖的 听隔壁生了两个儿子的王大娘说 应该是个儿子 奶奶当天高兴的直接杀了只鸡 煮了一锅浓香的鸡汤 亲手端给我妈 然后搬了个小板凳 坐在我妈身边 盯着她的肚子看 会分啊 你可要好好养胎 我的宝贝乖孙一定要健健康康的 看着看着 奶奶撇到了在一旁扫地的我 开口问道 轻轻也觉得你妈肚子里是弟弟吧 我怯生生的点了点头 有些不习惯奶奶这么叫我 是弟弟 昨天轻轻梦到和弟弟一起玩了 奶奶瞬间高兴起来 去厨房给我拿了个鸡蛋 之后弟弟生下来 不能和弟弟抢东西 知道吧 我吃到了人生中第一枚鸡蛋 香香的 这就是弟弟之后 每天都可以吃的东西吗 奶奶甚至还给了妈妈钱 去镇上运检 早起坐大巴车 颠簸颠簸的一路 运检后 医生皱着眉上下打量着我 这孩子营养不良 你回去好好给他补一补 妈妈扯了扯我 家里没什么钱 女孩子反正是要嫁出去的 没用 回家后 奶奶又割了一块肥猪肉 特意给我妈吃 我看着直流口水 于是我仰着头 端着破了脚 全是白菜的碗 问奶奶 弟弟下个月就出生了吗 我好想和弟弟一起玩 奶奶笑着往我碗里夹了几块肉 轻轻马上就能和弟弟一起玩了 日子马上就在奶奶的期盼中到了 奶奶却叫了村里最好的接生婆 早早烧上一锅热水 谁知意外发生了 都说投胎孩子难生 到后几胎就如吃饭喝水般容易生 到我妈这就反了过来似的 我妈已经在产床上干好了五个小时 我的弟弟却还是死活 没有出来 接产婆也说 这一胎无比凶险 估计好一番折腾 我奶站在产房外 焦急等待 时不时问产房里的情况 又是几盆洪水端出来 接产婆匆匆走了出来 面露难色 情况危险 饱大饱小 奶奶瞬间开始咒骂起来 妈妈妈是丧门心护不住她孙子 一定是我大孙子 一定要保住我大孙子 又过了一会 妈妈没有嚎了 也没有听见新声的啼哭 接生婆告诉奶奶是个死鹰 大人小孩都没保住 我奶瞬间哭天盖地地哭好起来 刚赶回来 爸爸沉默地抽了一袋汗烟 几天后 我妈连同那个 没有发出一丝声响的弟弟 装在宝棺里入了土 不到半年 奶奶就把后妈抬进了屋 后妈是个外地女人 便宜 又没有娘家 一个人孤零零在这里打工 我爸给了她点钱 领回来见了奶奶 又匆匆摆了几桌子酒 算是结婚 后妈好像也不喜欢我 跟妈妈一样整日板着脸 也不允许我碰她的东西 不过她也没有 像妈妈心情不好时 会特意来骂我提我 找到一点小错误 就发泄时的骂不停 婚后不久 后妈就和爸爸继续回去打工了 留我和奶奶守着空旷的屋子 家里的鸡下的鸡蛋 我再也没有吃到过 每天上学就是白菜西粥 不过奶奶每天早上 都会煮一个鸡蛋 当然不是给我 而是给我同岁大的堂弟 堂弟就拿着那个鸡蛋 也不着急吃 到学校后 在我面前晃悠悠悠 吃完杂粑杂粑着嘴 轻轻 你家鸡蛋真好吃 堂弟跟我一个班 很蓝皮 不是威胁我给他抄作业 就是自己玩断了铅笔 拿我的血 我从学校追他到了家里 他总是躲在奶奶身后 奶奶 姐姐欺负我 奶奶脸上一沉 摸了摸堂弟的头 轻轻 不要欺负弟弟 你多大了 可是我明明也才大两个月啊 想要辩解的话 如鱼刺斑梗在喉咙里 奶奶没有理我 亲热的拉着堂弟进了厨房 来乖孙孙 再吃个鸡蛋 之后好好学习 做大官 饭后 我走到刚送走堂弟的奶奶身边 奶奶 我铅笔被堂弟搞坏了 想买一只新的 奶奶瞬间皱起眉头训斥我 还揪着这件事不放呢 开始问我要东西了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 有什么用 第二天 堂弟拿着新铅笔 在我面前炫耀 昨天的奶奶一提就给我买了 可贵了 可以买十根便宜的了 我没有理会 从书包里小心地掏出 翻了一碗上的铅笔 这是我偷偷从后妈柜子里 翻出来的眉笔 在本子上一笔一画地 写下自己的名字 耳畔是堂弟的绩效 我不由得开始思考 为什么在学校里 频频倒数的堂弟 却能被大家给予厚望 为什么在学校里 凝列前茅的女孩子 却不受重视呢 过年的时候 爸爸和后妈终于回来了 后妈也是不到半天 就发现了自己的眉笔消失不见 她把我叫到屋里 我的眉笔呢 我低下头 不敢看她 手紧张地扣着一脚 没有铅笔 我拿去写字了 对不起 我画落音 闭上了眼 身体色缩起来 等着一顿打 她叹了一口气 从带回来的一大包东西中 翻出了什么 别用没笔了 给铅笔 我捧过那几只铅笔 嘴微张 想到奶奶说要孝敬后妈 谢谢妈妈 这个称呼对我来说 声色的很 后妈脸上并没有笑意 反而生气的训斥我 我不是你妈 好好读点书 出去见见世面 听到没有 我想了想 回到屋 把一打红红的奖状给她看 她脸上的冷意 这才消下去点 把奖状压在木箱子最里面 又摸索出几颗糖粒子来 这还差不多 我不是你亲妈 你只能依仗自己 听到没 我懵懂的点了点头 嘴里画开的是一股浓浓的糖味 过年那天 饭桌上 奶奶开始催着后妈生儿子 你可不要想上一个没福气的 只生了个赔钱货 后妈抬了抬眼皮 没有理会 继续扒着碗里的饭 见后妈没有理她 奶奶便换了个人数落 儿子 你看看 女娃让我在村里提及 你都抬不起头来 说着又放下手里的碗 指着我骂 反正迟早是别人家的东西 养得有什么用 我听着 也没有还嘴 只是默默搅着碗里的饭 妈 吃饭呢 爸爸停下吃饭 准备帮我说句话 奶奶脸瞬间拉得老掌老长 翻起了旧账 你要是明年祭祖 还是跪在外面 你就不争气吧 在我们村 没有男孩的家庭 是不被允许进祠堂祭拜的 过完年后 后妈和爸爸决定留几个月农忙 奶奶也准备让她生孩子 每天还是日复一日的过 只不过后妈会在我拿奖时 偷偷给我塞几颗糖 奶奶也还是每天雷打不动的 去后妈屋里催生 我以为这是事会以后妈怀孕结束的 我也想要一个弟弟 让后妈成为我真正的妈妈 可没想到 某天我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便听见我奶姨真正哭号 你这是要断了李家的肿啊 奶奶一屁股坐在地上 指着一脸无措的后妈干好 旁边的爸爸拉着奶奶 边上围了一圈的相亲 原来是我后妈根本不能生育 今天村里来了个老中医 奶奶一听 就带着几个鸡蛋让人家给看看 怎么身不难害 老中医一把脉 便摇着头对奶奶说 后妈体寒 今后很难有孩子 我奶一听 便一哭二闹三上吊 要让我爸跟后妈离婚 生了个赔钱货女儿还不够 你还要取个不能下蛋的母鸡是不是 我唐嫂拉着堂弟看起了热闹 扭过头跟王大娘说 我小叔也是命苦的 死了个媳妇 现在这个还不能生养 经过一篇的纠结 加上左邻右舍的劝告 我爸还是松了口 决定和后妈好好谈谈 就着礼物昏暗的热火 我看不清两人的神色 我们离婚吧 是我对不起你 爸爸的声音是颤抖的 拿出了两人的结婚证 后妈沉默了一会 拿走了木桌上的结婚证 当初是你说要给我一个家的 爸爸咬了咬牙 从抽屉里拿出一叠钞票 整整齐齐的放在后妈面前 是我的错 但我需要一个儿子 我妈的情况你也知道 后妈没有拿桌子上的钱 扭头开始收拾行李 扔下一句话 那明天就去把离婚办了 钱就给女儿买点吃的吧 我煮着扫把心惊胆战的听着 内心闪过一丝丝不舍 后妈还是要走了吗 之后就没有烤好后的水果糖 也没有吃饭 十碗里半颗的鸡蛋了 后妈出来收衣服时 看着在一旁发呆的我 突然走到我面前来 你 要和我走吗 我说我不知道 手却紧紧的捏着扫把柄 她也没生气 第一次对我展开了笑容 塞给我一张带数字的纸片 想好了再来打电话给我 之后你一定要好好读书 第二天还没亮的时候 后妈就拎着为数不多的行李 跟爸爸去成立办了离婚证 我将那张纸条塞在了书里 这张纸条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没过几个月 奶奶又给爸爸找了媳妇 二婚 带来的丫头 比我大 我应该喊姐姐 奶奶说屁股大 好生样 结婚第二天 姐姐就拿着娘俩的衣服 让我去河边洗 现在河面上刚融化 河水冰冷刺骨 我拎着比我人小不了多少的木桶 一步一步挪向河边 有时刚砸的洞又结了冰 只能拿木锤砸开 继续将冻成萝卜的手 继续伸进冰水里 等拖着一桶比我还中了衣服回家时 姐姐嫌弃的看了看 年纪不小了 连衣服都不会洗 还要我妈来伺候你吗 新妈妈的肚皮很争气 不到一年 我们家就添了个弟弟 原本不喜欢姐姐的奶奶 也默许了姐姐欺负我 于是姐姐更加嚣张跋扈起来 肆无忌惮地欺负我 爸爸因为天难兵 整月整月进城打工 我被迫搬到了四处漏风的柴屋 把温暖宽敞的侧屋让给了姐姐 新妈妈也看不惯我 抱着弟弟指使我干这干哪 是不是还会掐我一把 奶奶现在满心都是孙子 孙女都是赔钱货 青青 你妈脾气不好 就不要去惹她了 晚上刷完一家人的碗 我爬上了枝呀枝呀的小床 感受着四面吹来的冷风 一瞬间 我好想后妈的水果糖和鸡蛋 小生初那年 我考上了城里的初中 但学费不是小数 季姐成绩很烂 只能勉强读一个最烂的高中 但她嫉妒我 妈 妹妹的学费好贵蛙 不如留着钱给弟弟 经过我季姐这是不实的便宜 奶奶也准备让我去读附近 那个最烂的初中 把钱留给弟弟 我不甘心 于是凑在爸爸身边 问她 爸爸 轻轻想去城里读高中 将来一定会孝敬您的 爸爸望着我的眼睛 没说话 夜里 将来都是别人家的 你想清楚了没有 爸爸的声音逐渐低了 那我明天去跟他说说 第三天 吃完早饭 我看见了站在我面前的爸爸 轻轻 咱家没那么多钱 上哪个初中不是上 我不知道 我是怎么冷静的说好 我爸走后 季姐一脸幸灾乐祸的盯着我 我们的学霸 怎么都去中点初中啊 我没有理他 掖着珍藏已久的保纸片 冲向了村置舒纳 随便扯了个打给学校的理由 我数着号码 打给了后妈 听的话筒传来熟悉的声音 我红了眼眶 我想好了 我想跟你走 隔天 村门口便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领着他 直接去找了爸爸 爸爸也很惊讶 你来做什么 我决定领养轻轻 爸爸也是没想到这出 语气闷闷的 为什么 我想上重点初中 我愿意跟他走 奶奶也闻声而来 抱着孙子 尖锐的声音 刺激着我的耳膜 我辛辛苦苦养的女娃 嫁出去也值不少彩礼钱 怎么能让你随随便便领养 后妈看着奶奶冠冕堂皇的话 快气笑了 拉开我单薄的衣袖 一道道藤桥抽的印子 触目惊心 奶奶的气势不降反声 女孩子家家的不教养一下 怎么嫁到婆家去 最后 我爸出于愧疚 拦着奶奶 到村支书那里 把我过记给了她 回城的车子上 我很愧疚 一个镜跟她说对不起 她笑着摇了摇头 变魔术般掏出一大板薄荷糖 掰了大大一块给我 从此之后 我就是和你一家了 乖 叫妈妈 妈妈 到城里后 妈妈好说歹说 将场里的宿舍 云出来一个给我 又淘了一半的积蓄 给我入学 报名 看着我瘦弱的 连穿最小号衣服 都显空的身子 她决定要好好给我养养 每天早上一个鸡蛋 时不时很早起来 去抢菜市场里的排骨 给我炖汤 没有多少肉 但汤依旧很香 浓缩着妈妈无言的爱 所有人都说 我妈很傻 哪有养别人家的女儿 还这么精细的养着的 我妈只是傻笑 做工时更加卖力 抢着干 只为了给她的妓女 多割一点肉 多买一块糖 我学习也更加认真 不过开学后第一次考试 面对着大部分 从城里来的同学 我还是露了气 我在班上只排到了20名 一路上我感觉天阴沉沉的 我不想回家 怕看到妈妈那张失望的脸 我呆呆地坐在地岸边 望着翻滚的湖水 想起老师们背后 在办公室的窃窃私语 农村的学习质量 就是不行啊 一二名到这里 也就一二十名 可不是吗 到时候别人还会不补课 我就差更大了 人还蛮勤奋的 可惜是个农村的 我有些懊恼 为什么要来城里上学 野鸡也许是变不了疯狂的吧 但我不甘心 难道农村一定比不上城里的吗 回家看到桌上 烧的香香的红烧肉 我还是有些心虚 到家了 先吃饭吧 端着玩 我却怎么也淹不下去 泪水瞬间夺框而出 这孩子怎么还哭了 不就没考好吗 下次继续努力 晚饭后 妈妈摸索出两本新资料递给我 我也不懂什么是最好的 这两本最贵 应该也好 妈撒着妈妈满是茧子的手 为了多挣钱 她白班晚班轮番抖 还抢着做一些男人做的活 可她从来没对我说过这些 只是偶尔指着路过店子里的金手镯 开玩笑的说 之后一定要给她买一个 从那天起 我决定晚上再多学习两个小时 屋子里的等不够亮 我便跑到路灯下 就着灯 一页一页地堵着 连着熬了两个月 之前补回来的肉 又掉了一些 妈妈看在眼里 什么也没说 天天煮一锅猪红汤 让我每天晚上喝 裸了补气血 我每天更有精神进了 第二次考试 我便考进了班级前十 拿了个进步奖 一路蹦跆着回家 路过另一间宿舍时 里面传出来了窃窃私语 让我浑身僵住了 你说那谁是不是傻脑壳 明明可以再婚的 硬要供个女娲读书 前天不是还有个上门问的吗 明明条件那么好 还不嫌弃她身体问题的 是啊 也许不养我 妈妈也不会那么辛苦 她也大可以再嫁 总比拉臭 我这没人管的女娲好 我当然知道 厂里面有一群人劝妈妈 这才初衷就花这么多钱 到高中里不还要卖血 不是男孩 随便读两年 要个贵一点的彩礼 就去享福吧 但她每次都拜拜手 笑了笑 继续供我 我回到了家 情绪却没有了那么高 这次进步这么大呀 走 我们出去吃 炒米线摊子上 我吃着最贵家肉的米线 妈妈则吃着最便宜的的素米线 妈妈 我不想读书了 你带我进场吧 她瞬间放下了筷子 是谁在你背后乱嚼舌根子 不要听 你只有多读书才能走出去 而且我这是投资 懂不懂什么叫投资 你之后可是要给我买金镯子的 我盯着她穿的墨边 洗的发白的衣服 对她喊道 等我之后赚钱了 给你买最大最重的金镯子 她笑着揉了揉我的头 小孩子家家的 一毛没转 就开始吹牛了 深秋的夜晚 晚风吹来 有些微冷 但我的内心十分炙热 回去后 坐在有些破旧的自行车后座 妈妈一长一短跟我说的话 原来她曾经有过一个妹妹 学习成绩很好很好 好到生病请了几天假 校长和老师都会来家里探望的程度 由于重男轻女 妹妹没有继续读高中 要了点彩礼 就匆匆忙忙嫁了出去 一辈子都被困在大山里 可笑的是 她曾经有过可以翱翔蓝天的翅膀 却被家人用盾刀子一点点割下 当我见到你的第一面 就想起了我的妹妹 我希望你能翱翔蓝天 风很大 吹得妈妈声音有些颤抖 我抱紧了她瘦弱的腰 什么都没说什么 妈妈用全身的勇气 逃离了那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而现在她将要用瘦弱的肩膀 支撑我去往更远的明天 心里没有了杂念 加上我又在学习上吃苦耐劳 勤勤恳恳 于是成绩上升得很快 班主任也开始看好我起来 时时就喊我去她那里 剪一些剩的题目作 同学也佩服我这几乎 不要命的学习镜头 打消了之前和我若有若无的疏离感 我几乎恨不得把时间 掰成两半来学习 周末没有辅导老师 就一个人顶着寒风 去图书馆自习一整天 冬天的图书馆很冷 于是免费的热水打了一瓶又一瓶 同学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拼命 大年初三后 就开始雷打不动的回学校自习 我不想让人看我妈的笑话 也更想带我妈走出这小小县城 开完年初三下学期 第一次月考 我拿到了班上的第一名 我打败了寒假在家 请了几个老师的同学 打败了父母都是高知的同学 也打败了曾经以为不可能的那个我 妈妈很高兴 骑着回搁吱搁吱响的自行车 去买了只母鸡 炖成了一锅飘香的鸡汤 秋月 你们家又炖鸡汤呢 楼上的张沈探出头来 手中正晾着衣服 是啊 这次清清考全班第一 太给我争气了 对话还在继续 我喝着碗里满满都是肉的鸡汤 低头继续背着单词 浓浓的一碗鸡汤里 是她对我无声的爱 最后初三 被爱无时不刻滋养着的我 开始全力冲刺 凌晨一点 我房间的灯依旧亮着 早晨工厂的起床号角还没响起 我便依旧披心戴跃地走向学校 我妈眼里落下心疼 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 炖汤 每每是学校最早来 最晚走的一个 我把所有知识点嚼烂了 再嚼一遍 错过的提反反复复 去做几十遍几百遍 我的人生容错率很低 低到不允许出错 六月中旬 伴随着振振缠鸣声 我踏进了考场 伴随着支呀支呀的吊扇声 中考转瞬几时 但还没等到中考的成绩 灾难就先来临了 烈日炎炎 几十度的高温 我穿着闷热厚重的玩偶服 在商场门口兼职 每隔一个小时 休息十分钟 当我还没坐下来喝口水时 楼上的张沈就慌慌张张地来找我 听听你妈出事了 我顾不上工前 急急忙忙地脱下玩偶服 就往医院冲 我妈被出故障的机器 卷到了两根手指 直接就断了两根手指 我当场就红了眼眶 趴在床边 望着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的妈妈 哭什么 我又没死 只是断了两根手指而已 我妈疼得呲牙咧嘴的 却还来打去我 这时一道突兀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接通 班主任兴奋的声音 瞬间回荡在整个病房里 青青 你考上了我们学校的状元 全线第六名 我的脑袋有一瞬间的空白 妈妈边壳边笑 眼下是一道道遭时间磨练的皱纹 她骄傲地望着大家 我就说青青一定有出息 没过几天 我妈就闹着要出院 说她只是断了手指 又不是真的残废了 厂子那边赔了点钱 但我妈变成了半个残疾人 干活的速度直线下降 厂子那边准备把我妈辞退 但已经成为了半个残废的我妈 还能去干什么的 收到省城义中录取通知书的我 心慌的厉害 我不知道要不要去上这个学费 对我们来说高昂的一种 门外 我妈数着一天比一天少的工钱 连连叹气 我鼓起勇气 走到了她的面前 妈 我不想读省城义中了 昨天县义中给我打电话说 只要我去 就可以减免全部学费 我妈把票子往兜里一揣 一巴掌拍在我背上 不行 你辛辛苦苦考上了义中 必须去上 见我沉默不语 她又像小时候一样掏出一把糖 塞进我紧握的手心 是我不好 没事 尽管去上 你妈我会想办法的 第二天 厂长拎着一箱子鸡蛋 敲开了我家的门 秋月 我愿意承担 清清未来的学费 生活费 结果厂长话锋一转 接着说 但我想要清清和我家儿子定亲 这是条件 我妈原来和善的面容 瞬间变得凶恶起来 出去 滚出去 厂里谁不知道 厂长儿子是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 每天有手好闲 之前还搞大过女孩子的肚子 不过厂长也并没有生气 反而望向了一边的我 清清 你难道不想上学吗 要是以前 我可能还会犹豫一下 但现在我很清楚地明白 我妈想让我成为翱翔的婴 而不是依赖男人的疼 我开口拒绝了厂长的提议 厂长将我们俩是铁了心要拒绝 瞬间拉垮了脸 真是给脸不要脸 一个废物能攻的骑你吗 我妈把她的鸡蛋扔到门外 推散着她 厂长望着我妈又言不尽的样子 扔下一句狠话 命令我妈三天之内从这里滚出去 我妈工作没了 住处也没了 左邻右舍都等着看我妈的笑话 更有甚者 直接让我妈就从把我嫁出去 我妈一个个回骂了回去 当晚便开始收拾行李 买火车票 妈 我们要去哪里 我妈头也不回地继续收拾行李 缺了手指的时候 有些略显笨拙 去省城 咱们离开这个鬼地方 天没亮 我们就带着大包小包 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 勉勉强强坐了个小屋子 省城的物价跪得吓人 我心里端起来 我妈真的能支撑 我们在省城生存下去吗 没过几天 我妈便整日开始外出 神神秘秘 半个月后 她神神秘秘的 带着麻辣烫小车和秘方回来了 为了方便 她干脆就在我未来的高中附近 搭起了流动摊位 刚开始收益并不好 人们都没见过这玩意 没几个人敢买 之后几天 麻辣烫的名声逐渐打起来了 声音也渐渐开始回暖 我也整日摊位和出租房两点一线 忙的时候帮我妈打打下手 不忙的时候就坐在塑料红凳上看看书 凭借着干净新鲜的食材和可口的口味 我妈在开学前顺利赚够了我的学费 开学典礼完 我妈也很早收摊 兴冲冲的带我下馆子 你猜猜妈这个月赚了多少钱 她眼里闪烁着雀跃的光 一手对我比了个数 之后妈可以每天都给你炖鸡汤了 但摆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除了躲避城管 还要提防来着同行的诽谤 有人捂着肚子 说是吃店里的麻辣烫 吃坏了肚子 我妈的生意消色了几天 后面又差点被收了摊子 不过这些我妈都没打算让我知道 她总是问我钱够不够花 省城里的高中竞争更是激烈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大浪逃杀后的珍珠 我只能拼了命的去竞争 像刚发芽的小树般同伯生长 我妈从来都没有逼过我 她不知道任何一个知识点 她只知道我已经很辛苦 很努力了 不过好在周围的同学友善和睦 老师也大抵能做到一视同仁 在良性竞争下 我的成绩缓慢 却又持续的上升 高一年排110名 高二年排57名 高三一模前 我稳定在年排前20左右 大家都知道我有个买麻辣烫 还有点残疾的妈妈 但大家都很好 或多或少多吃几次麻辣烫 然后亲热的喊着阿姨 我渐渐在高中卸下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从一个个标名为女性的球龙里挣脱出来 甚至逐渐将童年的不美好的一切淡忘 用全新的美好的回忆去填补新的自我 黑板上鲜明的倒计时 一天天被擦去 被更换 桌子上厚厚的试卷 习题逐渐被替换 被扔掉 一千多个日夜 记录着我如小白羊般品拔生长 用汗水追平的差距 用青春点亮的未来 无悔 在高考留言板上签下自己的大名 寒窗苦读 我那承载着两个人的沉重梦想 今日就要扬帆起航 考完试的那天 罕见得下来颇天大的暴雨 像是一个受尽苦难的人 哭尽了沉寂已久的委屈 考场外 一向舍不得钱的妈妈 手中却抱着一束硕大的项玉葵 金灿灿的 在人群中成为了最耀眼的那个 青青 我在这里 她瘦弱的身躯拼命向前挤着 不断向我招手 高考完半个月 刚查完成绩 便收到了一则电话 我爸的媳妇的女儿 也就是我名义上的季节 要结婚了 作为名义上的妹妹 我爸希望我能回来一趟 我妈当机立断决定陪我一起回去 特地带我去大商场买衣服 妈 这好贵的 我有些心疼的望着刚刚是穿的裙子 这得要她卖多少根穿穿啊 她却不以为然 继续让我试衣服 最后 她高高兴兴的 给我买了一大兜衣服 只给自己买了一条黑色耐磨的裤子 她希望我能风风光光 漂漂亮亮的回去 再次踏上这条路 已经误使人飞了 我也不再是当初的内裹了 故地重游 门前坐着收礼金的 是我拿许久未见的旁地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家还有城里面的亲戚 我是青青 小时见过面逼 她惊讶的挑了挑眉 收下了礼金 请 我跟着我妈走了进去 记忆中蛮心的小院 此时看来却有些破旧 坐在最中间的是我爸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苍老 也许是男丁压垮了他的身子 追着小女孩满屋跑的小男孩 恐怕就是我奶奶的宝贝关孙 爸 我来了 低头喝着酒的爸爸 抬头望着光鲜亮丽的女儿 竟然一时认不出来 你是青青 我点了点头 尴尬在两人中弥漫 高考 考得怎么样 我妈瞬间帮我补了话 骄傲大声说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青青高考成绩639 国内985任选 众人的目光瞬间全部投了过来 夸奖和鲜明也络绎不绝 这是青青吧 几年不见 这么厉害 真是有福气了 大学生 你之后有福气了 老杨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六年前 我已经和他断绝了关系了 原本坐在一旁 为自己孙子吃鸡肉的奶奶 听到后凑了过来 拉着孙子 奶奶从小就知道你有除息 之后别忘了多多关照你弟弟 他之后就是你娘家了 我妈挡在我身前 向他呸了一口 可别往你那大脸上贴金了 他现在可和你们一点关系 也没有了 人是我辛苦拉着大的 奶奶的脸色瞬间臭了下去 当着这么多人不好发作 妈妈咧咧拉着弟弟进了里屋 季姐穿着一席劣质白色婚纱 肚子高高隆起 脸色浓厚的廉价化妆品 也遮不住深深的疲惫 整个人像是老了十岁不止 没有呆完全程 我和我妈就逃离了这个 充满烟味与酒气的婚礼现场 解气了 我点了点头 肆意的在卖梗上跑来跑去 眼眶却不自觉的红了 我转身跑过去抱住了我妈 她在她耳边轻轻说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一件事 什么 妈妈 我爱你 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妈妈的衣领浸湿了一片 嗯 我知道 报考院校那几天 我在家要把志愿书翻烂了 最后决定法学 留在本省 多点时间陪陪我妈 我妈的麻辣烫摊子也在老师 学生和城管默默的支持下 搬进了校门口新建的铺子里 大三大年 用着攒了很久的奖学金 和兼职家教的钱 买了人生中第一个金桌子给我妈 她很惊讶地望着包装盒里精美的桌子 你浪费这钱干嘛 我又用不上 干活十多麻烦 不过嘴上说着浪费 还是欢天洗地的收了 在家还时时拿出来看看 毕了夜 赚了钱 我便隔三差五的带她出去旅游 拍照时 最喜欢的 还是我送的那条绿裙子 有时 我还会问 她当时有没有过后悔养我 但无论问多少遍 都是没有 从前 她用轻瘦的肩膀脱举我成长 今日 我用可以翱翔的翅膀待她飞翔